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大家好 这里是文化时分 我是乌业伟 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 为爱而生 周大生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艺术的魅力 文化大事看头条 首先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眼下秋冬旅游市场持续火热 各地采取多种举措 不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 丰富游客体验 新疆可可托海 黑龙礁墨河 河北崇离等多个滑雪场已经开板 内蒙古呼伦贝尔凤凰山滑雪场景区 目前日接待游客量近1万人次 今年冬季 当地还新增航线专列 保障游人便捷出行 北京圆明园千米银杏大道 进入最佳观赏期 日均游客数近4万人次 辽宁千山山西太原等地 银杏景观与古建山川相应城去 引得游客驻足欣赏 在江西武功山 10万亩高山草垫 由绿色逐渐变为金色 山间色彩斑斓 四川米苍山 4万亩彩叶层林浸染 各地特色游持续火热 在广州 当地发布19条特色旅游线路 推出花海地图 国际灯光节等活动 在南宁的乡村田野 风吹道浪 一派丰收景象 当地依托田园风光 推出农事体验 风景写声等多项活动 由中央宣传部 中国文联和相关 全国文艺家协会 共同主办的 艺院协英 2024年全国优秀 青年艺术人才展演 日前在北京拉开帷幕 本届展演于近一个月的时间里 在中央民族歌舞团 民族剧院 中央音乐学院 歌剧音乐厅陆续展开 涵盖戏剧音乐 舞蹈曲艺杂技 五个艺术门类 共演出13场 作为首场演出 舞蹈专场精彩上演 涵盖多舞种 共23个形态多元 风格各异的舞蹈佳作 由在中国舞蹈 荷花奖评奖 中国顶尖舞者成长计划 等业内评选和展演活动中 临选出的 22位优秀舞者担任主演 舞者们通过丰富的肢体语言 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简阅一年来 创作和他的队伍建设 舞蹈家 尤其是青年舞蹈家的出现 出人出戏 这两个基本要求 必须得有平台 让他们也能够在 适时的年龄里面 适时的有一种表述 为纪念马王堆汉幕 完成考古发掘50周年 由中央新闻 记录电影制片厂集团 与湖南博物院 总台湖南总站联合设置的 三级纪录片《马王堆》 于11号至13号 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当播出 该片以历史场景复刻 现实记录等方式 声动讲述了 马王堆前世今生的故事 展现了文化之美 据了解 片中诸多历史影像资料 以及当下最新研究成果 都是首次向观众展示 11月6号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 与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 联媒推出的 美的多元古希腊的 艺术与生活特展 向公众展出 当工作人员小心翼翼 拿掉固定文物的保护装置 著名的大理石雕像 库罗斯显露出真容 这件公元前六世纪 古希腊古风时期中 最重要的雕塑 反映了当时贵族 对男神的全部设想 青年见美的身躯充满活力 眼上洋溢着神秘的微笑 在古风时期 男性雕塑和女性雕塑 都是长发之后 头上一般还会戴一些发光 它所代表的那种美 就是人处于那种 活力巅峰状态时候 所散发出来 那种带有活力 和青年窃息的美 来自希腊最大的博物馆 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 近279件套代表性文物 呈现古希腊 从新石器时代 到希腊化时期结束 近5000年的漫长历史中 对于美这一主题的探索和创造 我们在这里 它们都是非常珍贵的展品 其中有些是第一次 从希腊出镜的 比如说这个女神 阿弗洛的迪特 她们也是第一次出镜的 不同于以往 以历史时期为主线的展览叙事 在2000平方米的展厅里 陶器 青铜器 金器 玻璃器 壁画 雕塑等珍贵文物 从日常 装饰 人体三个角度 展开古希腊美学图卷 打破人们对于古希腊等于古典时期的希腊的刻板印象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的文化热点 第五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 日前在广州晋南大学启动 本届活动紧扣中华文化世界传播的主题 鼓励青少年运用中英双语 以朗诵 演讲 戏剧独白等多种形式 讲述中国故事 展现钟爱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热爱 第五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 我们是希望青少年更加积极地去讲述 他们自己家乡的故事和地方的故事 外国听众也会更加有感觉 能够真正实实地体验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神 还有中国人民的友好热情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 自2020年1月启动以来 已相继在北京 西安 天津 福州四地举办了四届活动 共系135个国家和地区的 110余万青少年报名参与 本届活动由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 中国教育电视台 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联合主办 根据报名情况 大会将把报名选手分成高中组 大学组 来华留学生组和海外组 优秀选手将于明年6月 进行最后的中外青少年展演 目前大会报名通道已经开启 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 2024年全国优秀青年民间工艺美术家作品展 正在江苏举行 展览共展出250件套精品 绘集 苏绣 剪纸 陶瓷 面素等十多个门类 作品在造型 色彩 创意等方面 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 技艺精湛 制作精良 参展者中90后 95后的占比有所提升 作品柔和传统艺术与创意设计 充分展现当代青年民间工艺美术工作者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艺术视角 和深藏其中的匠心精神 我的截止都是花中套花 对传统的一个文样的一个消化吸收 然后努力地把它用自己对美学的理解 然后重新地把它再表达出来 表达出有自己个性的作品 此外 活动现场开设了体验区 观众在逛展之余 可以沉浸式体验飞移制作技艺 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 近日 2024雄安未来影像电影季 在雄安新区举行 该电影季是永不落幕的 北影节系列活动首次走出北京举办 活动聚焦科幻电影主题 设置了科幻短片大赛作品录演 及展映荣誉颁发典礼 科幻电影发展论坛等环节 其中 科幻短片大赛 面向全球影视创作者和科幻爱好者 征集科幻短片 科幻短剧 与AIGC智能视听作品近600部 经由专业评审团评审 最终评选并颁发 最佳科幻故事短片一星救援 最佳科幻动画短片时间机器 最佳科幻特效短片 深空一刻等六项荣誉 总台大剧上甘岭近日收官了 陪伴了二十四级的观众们 纷纷表达心中的感动和感慨 对剧中刻画的英雄们念念不忘 1952年秋的那场上甘岭战役 共有一百九十多万发炮弹 五千余枚炸弹被美军投射到了 三点七平方公里的战地上 战后的上甘岭 主峰被削矮了两米 鲜血染红的土地 你随手抓起一把沙土里面 就有十几块弹片 如何让今天的我们 了解这场残酷艰难而宝贵的胜利 如何将志愿军可歌可泣的英雄世纪 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 与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呈现在屏幕上 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听 上甘岭的主创团队 讲述幕后的故事 你是老师 助教 分析得很细很具体 如果时间充足 我会写得更好 整个诺曼底登陆的战术 我会分析得更详细 你叫什么名字 段显丰 段显丰这个角色 是贯穿全聚的灵魂人物 他主动请鹰奔赴战场 在战场上 段显丰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 志愿军战士 这不是一颗普通的苹果 这是军力 是后方 对我们的关怀 这个《山甘岭战役》我觉得是 太惨烈了 也是我这拍戏十七年以来 我觉得演过最艰苦的一部戏 就是我拍的时候 我在想我们拍戏 只是拍戏 都已经这么艰苦了 我说那真的当时打仗的时候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 几天几夜喝不到一滴水 在这坑道里 四十多度 然后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 甚至还有牺牲的战士也在里面 然后上面就是敌军 每天狂昏乱炸呀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 都给我活着回来 明白了吧 明白 黄先生这个人物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他实际上是在众多战斗英雄当中 我们把它集合了一个 塑造了一个 这每一个断险峰的作战参谋 然后进到坑道里头 当副连长 最后又去当炮兵观察员 我们也把上干岭当中 英雄儿女当中经典的那句台词 用在了最后这么一个胜利的攻占 五九七点 就高地的这样一个最后的阵地上 为了新中国向我开炮 唤起了很多人的回忆 也给今天的年轻人一份力量 为了新中国 向我开炮 在创作过程中 主创团队力求每一场戏都能感染观众 打动人心 在剧本围读时 大家会讨论每一场戏的创作动机 台词为什么这么写 人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只有做到逻辑合理 实实准确 态度真诚 情感饱满 这场戏才会真正开机拍摄 比如剧中 胡满仓牺牲这场戏的剧本方案推演 就多达数十次 秦军长说胡满仓牺牲 就那场戏 就想了无数方案 就为了处理这个情感 就是说胡满仓牺牲了 他们在军部 这些人 当得到这个消息以后的反应是什么 碰哭流涕 愤怒 砸东西 骂身边的人 一个人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嚎啕大哭 等等等等 最后我们选择的这个方案 就是上来他们在吃早饭 然后秦军长就像若无其事一样 说起胡满仓的生前义事 和白海战役的猪肉顿分条 他原来怎么做这个士兵的工作 他原来是什么样的人 等他讲到这的时候 秦军委突然说 昨天晚上胡满仓牺牲了 就这个处理 我们从创作角度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文学性 我觉得这种巨大的悲痛 对人来说 有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是 我不接受这个事实 我不相信他死 我不想他死 所以在我心里 他还像活着一样 我觉得这个才是人 跟一个人情感到了 最深最高级的一个反应 他不光是自己吃 还是替那些没回来的人吃 我们也是本着大事不虚 小事不拘的原则 在很多重大题材面前 有很多的重大历史的原型 我们不能去模糊地去对待 我们要认真地去还原它 那我们也有一些小的角色 我们可以让这个角色去闪光 让它去穿插起所有闪光的每一个点 在叙事上 从前线的硝烟弥漫 到后方指挥部的运筹帷幄 从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英勇无畏 到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的轻挑狂旺 电视剧《上干岭》通过开阔的历史视角 和敏锐的纵深观察 带给观众强烈的情感冲击 在战场上跑两根就炸了 我几次之后一炸出来以后 看不着路了 我不敢跑了 我就傻站在那儿 炸懵了 就几秒钟耳鸣 然后脑子都反应不过来 你拍上时间半个月以后 你看了 你穿上这身衣服 你就觉得这是你自己的衣服 你站在那个战场天长的土地上 你就觉得这是战场 你天天听着爆炸声 狂狂 你就在那个氛围里 为了真实在线战争的场景 电视剧《上干岭》剧组 在怀来天末 搭建了一比一的战壕和阵地 特意从东北运来泥巴 勇于布景 力求每一个细节 都能真实还原 每一场战役的艰苦卓绝 秦敬委的回忆录写的 就是即使打不下来 我们也要把他撵到高空 让他不敢低飞 这个战录剧造 秦敬委这个角色 我觉得主要把握 这三个大的方面 我基本上每天 都是带着三本书 战术方面 采用小兵群 实时地拿他的日记 回忆录也好 对照的剧本 因为秦敬委写 他的战场回忆录日志的时候 很清晰地描述了 上干岭 从头到尾的战役 知己知彼 能学到你敌人的打法 那你当然就能打赢 打仗不能光平勇敢 白天打不赢就夜里打 夜里打不赢就跑着打 因为很多人说 你中国香港人 你懂这些东西吗 我当然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如果我不懂 就是谁 我就找很多专家 很多看很多书 刚才这个全是我的资料 每个时间 每个天发生什么事 我要去看 在影像呈现形式上 上干岭以电影制作的高标准 来进行剧集拍摄 无论是地面冲锋 敌机轰炸 还是阵地争夺 山地作战 每一场战场氛围 都被渲染得淋漓尽致 将观众拉回到那个硝烟弥漫 英雄辈出的年代 该样的膀胀 我秦秦伟的大药量了 觉得我们还带在空道里 胸里 就还有希望 我要用电影手法去拍 电影感 因为很多人觉得电视缺 就是什么呀妈妈夫妇 我说不行的 我们突破一点东西 这个电视之后 我要突破 要出来要很电感 我拍《上干岭》 是用了大概十部 电影力量去拍 我觉得挺高兴的 因为出来的东西 真的很不同 电视剧《上干岭》 在尊重历史前提下 从当下视角出发 在宏大历史叙事中 更加注重表达 每一个个体生命 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和理解 以代入感方式 让观众认识到了 战争发动者的别有用心 和真实面目 深刻诠释了 何为中国军人 何为中国精神 民族气节 这才是打胜仗的关键 1953年7月28日 上午9时30分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于开诚松月堂 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 及其附件上正式签字 《上干岭》这样的题材 是老少嫌疑 除了这些中了年观众之外 唤起了他们的集体回忆 同时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 打开电视追据 追我们的英雄的故事 《上干岭》的故事 更加激发了广大观众的这种 爱国主义的热情 我们只有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 来回馈 来回答曾经为我们守护和牺牲的这些 英勇的志愿军将士们 我们一定要把他带回去 我们要把他们带回家 部队打胜仗 就靠一口气 勇气 这就是为国舍命的精神 这是秦机伟将军 在回忆《上干岭》战役时 写的一句话 而这句话也诠释了 什么叫做《上干岭》精神 电视剧《上干岭》的主创团队 正是怀着这份对历史的深情回望 与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让今天的观众再次感受到了 那场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背后的 强大民族精神力量 文化十分 人生满分 更多文艺资讯 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